大家好,我是John,在這個影片中,我會給大家一個最新更新的房屋是3號Campus Kenneth 這是兩房屋的房屋,我的香港投資者現在relocate了來UK,用一間有限公司去買的 這個房屋現在做好了,找那個tenant還未找到,因為是剛剛幾天前去登 接下來這個星期就會帶人去看,我advertise的租金是625 這個property買回來是55,000大約左右,我們都fully referred了 我現在會帶你去看一個workthrough,看看final result是怎樣 OK,我現在在廚房這裡,幾個video前其實廚房都ready了 不過現在整了地下,整套東西就真的很漂亮 新租客一定沒有投訴的,又換了新的爐頭 這個位置就拿來放雪櫃,我們不給它雪櫃 我去到廚房那裡,我們鋪了地板,有沒有看到廚房很大呢? 真的很大,今天有幾天天,我給你們看一下外面 其實它離開的路也挺遠的,所以這個應該找到 怎麼說,是我們選租客,不是他選我們 OK,因為都會有很多demand的 那麼,現在鋪了地板,差很遠 這裡就有個balcony,我不帶大家出去 很小的balcony 那麼,現在呢,廁所,廁所呢,其實呢 就跟之前一樣的 不過呢,幾樣東西換了,就是那個 那個蹲塔呢,換了 那麼呢,地下那裡呢,它爛了,抹光了 對,因為呢,在後面那裡爆過水管,擠在那裡 看上去好像沒有什麼做過 這件事呢,幾麻煩,因為呢 我們跟業主省錢,就不是換了整個 wet floor 的東西,因為只是換這塊東西呢 鋪回身要500多磅,OK 還要我們prepare好給它,即不止 那麼呢,現在呢,就做了一個fix 就是補了那個,爛了那個木呢 放回去,那個廁所,OK 那麼呢,現在這個halway呢 我們都做了一個地板 那麼呢,兩個房子呢,就做了地枝 鋪了地枝 那麼呢,這間呢,房子是大一點的 這間房子呢,就看得到外面的balcony 剛才那個balcony,那個廳那裡 我們下面那裡都跟它游了,OK 那麼呢,這裡又有自己的衣櫃 它另外一邊呢,就是小的 這個房子,OK 那麼呢,我們每一個房子呢 都裝了這些新的火爐 以前呢,這間屋呢,沒有火爐的 那麼這裡呢,這間是小一點的 就沒有一個衣櫃 不過呢,就絕對有 有位置放衣櫃的,OK 那麼,嗯 那麼,整間屋呢,基本上是 是呀,由頭到尾做完了 這個project,現在都很開心 可以跟個 投資者呢,找租客,OK 大家喜不喜歡看剛才那個 Walkthrough 覺得呢 是不是很大的difference 那麼呢,記得喔 我有做這些property project 很多個video update 你們可以在 Description那裡有個playlist 可以看看我們剛剛收樓是怎樣 做了整個過程 那個過程是怎樣 那麼呢,都有一些challenges 在那裡,好像那個wack room那裡 就是,我們現在幫個投資者 不用換掉整個wack room 因為地下是沒了,OK 是只是補回 又蓋回 就是用回Existing那塊wack floor OK,如果整個做呢 我想要加多一千磅 那真的不止 因為鋪一個wack room 只是鋪那塊東西呢 都要工同料都要五百多磅 跟著你又要prepare 那個東西給他做 那麼呢,現在呢 整個都搞定了 都在五百多磅 不要說只是做那樣的 Anyway 那希望你喜歡看我的video 那你想了解多一點 記得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按那個notification bell 還有如果你覺得這個video 是有用的 按一個like 就這樣